每年12月初是国庆乡砂糖局的产季 国庆乡一位青龙 因为要就近照顾家中逐渐年长的父母 因此返乡从事农业工作 青龙表示 为了帮助产业加值 今年来也透过网络行销的方式 希望能够将这家产品的品牌建立起来 让从事农业有更好的收益 基于农业缺拱 乡下能力很缺乏 老年化社会 所以家里因为本来就是务农 所以就回来帮忙 以前老一辈的想法都是说 走传统市场 可是传统市场的话 它的价格相对于都比较低 而且品质的办法 它可能就没办法做控管 我们现在做这个电商 还是一些宅配的平台的话 我们就要品质做好 做信用的 把招牌养好 县议员陈宜均表示 年轻人愿意回乡务农 是一件非常值得来肯定的事情 而且透过网络行销来增加收益 也是一个能够增加收益的办法 今年砂糖局因为气候因素产量较少 喜爱的民众也要把握机会 来国性香采购 它因为要回来照顾自己的事大人 所以就返乡 现在透过网络的方式 来做一些设计 最近正值产季 它盛善的这个砂糖局 因为今年的河水较少 所以它的结果也较少 但是它的店都特别高 现在就透过我们的忙碌来行销 受到很多人的这个虚爱 所以在这里也在处会保佑 我们南北官的官民 我们自己的乡土的东西 要买吃来给它高官 有时间我们经过这个国性香 就来看看 副议长排一全表示 国性香物产丰富 而现在正值砂糖局的产期 有兴趣的民众 有时间不妨来到国性香旅游 品尝农民精心种植的农产品 记者陈维一 国性香采访报道 我需要福利市却 给你 识 本属技竟 识